国内篮团的动态 有绿色神盾支撑的 松山高中男篮队 去年重返了HBL高中篮球联赛 八场的韩列 但是呢 他们并不满足 不但前往美国去一地训练 也持续的增加防守的强度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HBL的冠军 绿色神盾松山高中 祭出招牌防守 就是不让对手轻易突破防线 松山在9月底 刚结束了为期三周的 美国一地训练 目前调整到位 利用新年杯来进行实战测试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抗性 因为美国的打法 他们很积极 很强势 所以身体的对抗性 包含心理的准备 包含就是说 进攻篮板跟防守篮板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球就被你撈走了 加上许轩宇和孙思耀这两位球员 经历了U18亚青赛事洗礼后归队 在一地训练中 全队默契提升 绿色神盾的招牌 也越差越亮 许轩宇跟孙思耀都有进步 身体的对抗性 处理球 跟心态上 都进步很多 最主要就是 他已经是 像许轩宇的球队的队长 也是球队的老大哥 那我们希望他有做一个 领导 领导者的一个角色 经验吧 就在防守端 手道比自己壮 比自己高的 都用脚部分 再靠身材去守 上个球季孙思耀以菜鸟之姿 在HBL赛场上搅出了亮眼成绩 今年球季是孙思耀正式练球的第二年 他也修正心态 变得更加成熟 蔡鸟年什么都不会嘛 所以就跟自己说 就去抢 然后去守 去扑 然后今年当学长了 就要扛气 先进攻 还有防守更多的责任 绿色神盾维持一贯风格 全队上下目标一致 以团队篮球和招牌防守 瞄准高中联赛的冠军 UDN TV 吴家友张雨琪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